文有增强,武有马宝国 中国当今社会的两大笑话 这两个人呢,一个可笑,一个可恨 咱们今天就聊聊他俩 谁对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人的思想损害更大 咱们先看这个闪电五连编马宝国 一个七十多岁的所谓武术大师 商演不断,他的表演让人啼笑皆非 虽然他经历过少儿习武,当过兵出过国 创办过什么魂元协会,搞过什么魂元体育公司 也出过书,但是马宝国本身的功夫尽忍皆知 2020年的5月17日下午 马宝国被武术教练王庆民 在30秒钟以内打倒了三次 虚眼的所谓闪电五连编,昭然若揭 丢尽了面子 人民日报也曾经发表文章 马宝国闹剧该立刻收场 对马宝国的行为进行了抨击 老马也因此消停了几天 但是他仍然不甘心,在2022年的11月 马宝国又通过短视频直播卖货回归舞台 有点可笑的是,在2023年的9月25日 71岁的马宝国竟然现身杭州亚运会的现场 展示了踢笑皆非的武术动作 成了中国武术界一个天大的笑话 马宝国现身杭州亚运会 现场展示闪电五连编给亚运舰而助兴 这个曾祥和马宝国呀 是虚幅的当代中国文化和武术乱象的代表 虽然都是笑话 但是从社会危害来讲 我觉得马宝国真的比不上曾祥 在我看来呀 这个马宝国更多是可笑 还没那么可恨 而曾祥呢 是在可笑可悲的同时 更可恨更可恶 哎呀 哎呀 哎呀呀呀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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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车 马宝国他既不成门又不成派 是个杂耍 只是通过所谓的浑原形态太极 所谓的什么五连边 开武馆办公司招摇撞骗 但是他骗不了人心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 都能识别识破马宝国 这个马宝国就是个乐子 没有几个人真正相信马宝国的功夫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这个马宝国的所谓功夫 还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 强身健体的味道 对这个社会危害好像还没那么大 据说这个马宝国马老先生 还比较热心做一些公益事业 有值得被肯定的地方 而这个增强就大不相同了 对这个马宝国来传承队 对这个马属的地方 对这个马鞍作为信承的地方 那么对这个马亢是阻力的地方 对这个马亢是阻力的地方 对这个马亢是阻力的地方 这个马亢是阻力的地方 这个马亢是阻力的地方 有一点儿 曾祥的所谓书法艺术 是纯粹的玩闹 是流氓 是破坏 真的会诱骗和蒙蔽很多人 特别是青少年 会腐制到人们的内心 让人误入其同 曾祥之流的所谓书法 本质上已经破坏了汉字原有的结构和笔法 糊涂乱话又吼又叫华众取宠 他的好书丑书 已经严重损毁了几千年来精雕细琢的中国汉字 践踏了中华文化 更可恨的是 他还打着艺术创新个性表达的幌子 把这些烂作 把自己的自私自利 无原则无规矩无底线的自由主义思想 带进了大学校园 前不久 曾祥的百幅作品 就高调捐给了河北美术学院 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 如果不清楚的话 可以回看一下我过去的视频 那个场面那是相当相当隆重 中央电视台书法频道的领导 中国书协的领导 中国国家画院的领导 出席吹捧 一美之词 无所不用契机 简直都把曾祥吹上天了 更可恨的是 就在前不久 一个叫王开印的年轻人 他在这个作品的展评会上 这个曾祥明目胀胆的宣称 书法就是要胡整 就是要破坏 而且对王开印的鬼话符 以及他的吼书 进行了高度的肯定和赞美 这是对中华文明的公然挑衅 王开印是玩开了 玩开了 玩挺好 在我看来呀 这个曾祥的危险 远远大于马宝国 他的言行 他的思想 已经渗透和污染了 青少年学生的心灵 是一种精神鸦片 我认为 他们的行为 早就到了应该被制止的时候了 希望他们的所作所为 能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对曾祥 对马宝国的行为 进行适当限制 特别是曾祥这种文化上 思想意识上的损害 可能会更严重 更深远 更可怕 其破坏力 也会更大 不能再让他们这样 肆无忌惮 胡作非为了 不知道您怎么看 并且还保留了